这次我到欧洲的时候才知道 二次大战之前 也就是民国初年 大概民国在二十年前那个时代 欧洲有一些学者 他们来研究 说世界四大文明的古国 三个都消失了 唯独中国还存在 就研究这什么原因 为什么中国还会存在 他们研究最后得到的结论 这可能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 是这么一个缘故 这个话对了 我完全同意 中国教育的特色 是在下里 所以中国有五千年的经验 五千年的历史 五千年的智慧 五千年教学的方法 五千年的成果 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有远见的人 都不敢轻视的 那么中国人怎么教 教什么呢 中国人真的是会教 所以我常常讲 神仙是教出来的 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 好人是教出来的 恐怖分子也是教出来的 看你教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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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学理计学计里面 有两军民 见过军民 教学危险 教学 教学太重要了 教学太重要了 建立个国家 国家 要想富强 靠什么 靠教育 一个家庭也是如此 富富的集合 建立一个家庭 家庭什么最重要呢 教学危险 这就是中国人 重视家庭教育 小孩从什么时候教起 一般都是讲 小孩出生 大概三四天就开始 他眼睛睁开了 他会看 他会听 虽然他不会说话 做父母的 做大人的 用什么教呢 神教啊 在小孩面前 言谈举止 都不能随便 你 谢谢大家